嘿 各位好 這裡是自由貓 我是貓爸 台灣梅花路 目前參加於墾丁國家公園 綠島 金門 以及馬祖 喜歡群居 為台灣特有的亞種 台灣梅花路每年在10到12月進行交配 隔年的6大8月為期生產期 雄性有角 雌性則沒有角 金門 台中的綠島 及馬祖的大秋島 這些都是原本由人工飼養後來也放繁衍的族群 對於綠島來說 梅花路也算是外來種 所以也引起不同的聲音 雖然我們都樂見梅花路重新駛層於台灣的山林 但現況是有點複雜的 這些重新引入的路群因缺乏天敵而大量繁衍 很能達到生態的平衡 雖然墾丁居民普遍喜歡梅花路的存在 卻也有同時對梅花路造成的損失感到憂慮 墾丁地區近年發展生態旅遊 人路的衝突因而稍有舒緩 未來更重要的是普及及環境教育 讓居民對保育的觀念及梅花路的富裕計畫有更深度的認識 進而獲得當地居民的支持以及協同管理 這才是保育行動 以及解決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最有效的方法